Combininiの弁当 Combininiの弁当 美味しそう! 大家早安! 早安! 現在是几点? 一時十分 我们两个到一点十分都还没有吃午餐 是为什么呢? 作的面倒臭 因为我们两个今天懒得做饭 所以我们两个想说 今天我们要吃便利商店的便当 便当 那我们两个呢 刚才就上网搜寻了一下日本的暗号 mognaviっていう网站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日本的便利商店很常推出新商品 对 日本的便利商店很常推出新商品 可能几天去之后就会又有新的东西 我就每次去便利商店都很期待 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新商品 有很多新商品出售 2天左右 这里有两个排行榜 一个是推荐的排行榜 另外一个是想要吃的排行榜 我们两个就买推荐的排行榜好了 因为是日本人都说好吃的嘛 相信他一定会好吃 1番目がセブンイレブンの肉汁 ジュワッと大盛りハンバーグカレートリア こんなオススメランキング1位とか書かれちゃうとね 気になっちゃうね みんなが美味しいって評価してることだよ そしたら口コミ見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1つ目が前回もこれの類似品で高評価口コミ きましたが今回のはさらにうまくなってますね って書いてあります じゃあオススメランキングの第2位 これもセブンイレブンです 春の味覚たけのこご飯 マクノウチ これも美味しそう これ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 對 應該很多人不知道 日本的募資内便当是什麼 我在日本買便当的时候 很常看到他們都有賣募資内便当 那我們剛才查了一下 維基百科說的募資内便当有什麼意思 マクノウチ弁当とは 白飯と数種類のおかずからなる弁当である おー やっぱいろんな種類が入ってるってことだね 我們回到高台那個排行榜 第3名的話也是セブン的 セブンのおにぎらんけ おー美味しそう 以這個照片看起來 它的量沒有到很多 但是也是有非常多的副食 其實我最想吃的是這個ランキング的第4名 是ローソン出的炒飯跟燒賣便当 看這照片感覺超好吃的 欸 其實我來日本有一個改變蠻大的 就是我會吃燒賣配白飯 或是是煎餃配白飯 這是在台灣的時候完全沒有習慣 那台灣人認為 やっぱり餃子とシューマイとか それも一種の主食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す 日本で売ってあるラーメンとご飯のセットとかも ちょっとありえない感じ そう なんかみんな結構ネットで 日本そこはちょっとおかしいなって思う人が へー そうなんだ 俺はもうラーメン食ったら 無償に米食いたくなるけどね そう 聞到每次點ラーメン 都會另外點一個セット 那個セット就是會附白飯 或是五顆煎餃這樣 www 完全日本人に染まってるから 那我們兩個今天的目標就是 我們要買到兩個便當 然後是依照這個盤凡榜下去買 そしたら探しにいきましょう Let's go 7-11 跟大家說一個悲劇 我們剛才進去7-11找了之後發現 完全沒有 一個都找不到欸 一つもない もしかし東京だけのランキングかな そう 誰知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ね 我們兩個現在去看肉爽 看有沒有賣那個燒賣炒飯 肉爽も無料になる多少 もう 個人的ランキングにしよう www 如果肉爽還沒有的話 我們就再去一家7-11 那如果那家7-11還是沒有的話 我們就買自己想吃的東西 沒想到會遇到這種慘狀大家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家肉爽 大家我們找完第二間 結果第二間也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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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う一回7-11行か? OK 我忘記了 避免に食べたくなさよ 對啦 私たちも入ってきたよ 第三家7-11 我們回來了 如果7-11還是沒有賣 我們兩個就買自己想吃的東西了 我們買了便當跟飲料 買了甜點 我們一個一個開給大家看 誰評ambient 就叫你全てransfer 那我們先從飲料開始 temzuk お ルーちゃんの漬けの caring レモンテ 問大家都說 日本這種飲料 這裡是沒有孔 可以擦ま使換水管的 有 Their food 首先文當買了一個肉包 餅乾的肉包 這個肉包文當超級常買 只要他去Seven 幾乎都會買這個肉包來吃 Seven的肉包最好吃的感覺 很多肉包都入了 多麵糊和肉都入了 名字通常 餅乾的肉包 文當超級愛 他超級喜歡 大量也挺大 好吃 Seven的感覺最好吃 香蕉也有一點 好吃 文當吃他肉包的時候 我現在開我的便當給大家看 我的便當雖然不是他排行榜第二名的竹筍木之內便當 但是也是木之內便當 我買的是這一個 お好みのマクノウジ弁ド 這個お好み就是喜歡的意思 所以他裡面就是有很多可能日本人都會喜歡的食材 給大家看他有的食材 他這個有一個鯨魚、炸蝦、可樂餅跟煎蛋捲 還有雞腿肉、肉捲蔬菜 然後這裡還有牛包汁跟海帶 這個便當我也很喜歡 你們看他的配菜非常的豐富 每次便當都會把我最喜歡的留到最後 所以每次我都把可樂餅跟炸蝦留到最後來吃 我最近最喜歡的 炸蝦、牛軟糕 好 好,那麼Ru在吃的時候 我來自分的介紹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肉結構入了 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這個大小的大小 7枚入了 這個超好吃的 這個醬汁 這個醬汁 真的可以想像焼肉 這個醬汁 這個醬汁 剛才看到 810kcal 所以 女生在健康的人 可能會比較好 特別是Ru 我每次都會吃一點點 這兩個便當 真的是我跟文當 算是比較常買的 個人ランキング1 嗯 好吃 嗯 肉麥吃完後 吃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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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吃完後 吃完後 我很喜歡吃台灣的全家 有一個炙燒燒臀飯 我覺得很好吃 台灣的弁当 像是 盛裂或雜的 但是 吃完後 絕對好吃 超級好吃的 而且 唯一的 真的好吃 雖然炸霧微波之後 不會有那個酥酥脆脆的感覺 但是我還是覺得 蠻好吃的 蠻喜歡 像可樂餅也有好好沾到醬 覺得好吃 Luu-chan的麥克風餅 多少錢 我可以吃嗎 嗯 654 喔 631 那啊 美味耶 我以前在高校生 跟朋友們 最高的 美麥克風餅 是多少 那些 是哪些 我經常贏的 我經常贏 餅滿著 我最高的 超高的 チョコチップ 餅餅 100元 400 卡路 超高 對,對,對 所以那就是那一場對方的說法最好 你到底是過了怎麼樣的學生生活 我們剛才已經吃完便當了 但是除了便當之外呢 我們還買了甜點 噔噔 Tiramis的泡芙 我們買了一個布丁 它說這個是新的口感的布丁 不知道我什麼感覺 我蠻想吃吃看的 所以就買了 然後我們還另外買的是這個 Ginfaku的冷凍章魚燒帶回家 我們之前有買過一次 覺得還滿好吃的 所以這次又買一次 Gindago 是日本很有名的章魚小連鎖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首先我們從Tilamisu Mocco 7-11的食物餐廳 1位 之前吃過很美味 所以我買了一份 你看這個照片的話 它是泡芙 然後裡面是Tilamisu奶油餡 Kaloriatic quiz 你賣不過去了 229 你不要吃了 聞到應該要再吃胖一點 Pan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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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a Waa 你看 Mocco Mocco Hora 是軟軟的 裡面有滿滿Tilamisu餡 好吃 好吃 すごいTilamisu ね 你看它的餡有多滿 Ruetaの顔隠れてる Japa 你Japa Japa 中文語でちょっと話してみ 好吃 分担 不是 Sukriamについて Panpan Panpan 好吃 好 我 我幸福 你很幸福吧 那接下來換我的這個新口感的義大利布丁 E.Pu.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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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ごい 這是布丁嗎? 對 這個是布丁 它說這個是新口感的布丁 Pu.Din 來了 沒有 硬的布丁 我感覺聞到應該會喜歡這個布丁 我喜歡那種超軟的 聞到喜歡有點硬的 哦 やっぱ硬的 很好吃耶 它這個裡面還有一點焦糖味 而且它這個真的不是像一般的布丁一樣那麼軟 你們看這個切面裡面很綿密 Pu.Din 哈哈哈哈 但是它不嫌棄 食感不太好嗎? 嗯 那這個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好 那這個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偶爾像這樣子不做菜吃吃外面的食物也蠻方便的 這次拍影片也剛好可以介紹給大家 我們兩個還蠻喜歡吃的Seven的便當 那這個肉丁和焼肉弁丁 真的很好吃 我喜歡的 吃看看 他只介紹他自己的都不講我的 Ru-chan也很喜歡的 其實日本的便利商店真的好吃的東西都有很多 就不只是Seven還有Ru-chan跟Famima Famima就是Famima就是全家 如果之後等到疫情穩定啊 大家來日本的話 都可以多去買一些日本便利商店的東西試試看 蠻好吃的 因為賣的東西也幾乎都跟台灣不一樣嘛 我自己覺得蠻新鮮的 我真的想要吃蘭均的東西 真的嗎? 我沒想到賣了 我沒有想到賣了 我沒有想到賣了 但確實在沒有看到的東西 對 我沒有想到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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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說不定真的只有熊本沒有 如果在日本的觀眾 你有看到那個便當的話 你都可以留言跟我們說 好 那這支影片就這樣子啊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また来週 呵呵呵 是吧 我沒有想到賣 這可以在賣 柳其中 如果晚上 也看到 完全 這邊 華麗 是 不ören 嘩 甚至 說不 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